美国与菲律宾聚报下周举行联合军事演习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 17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中方敦促飞方停止在海上的姿势挑衅 敦促有关域外国家停止在南海挑动对抗 关于非美的军事合作 中方已经多次表明了严正的立场 飞方应该亲近的认识到 拉拢域外国家在南海炫耀武力 挑动对抗 中方只会加剧局势紧张 破坏地区稳定 试图引入外部力量来维护所谓的自身安全 只会导致自身更大的不安全 甚至沦为别人的棋子 我们敦促飞方停止在海上的姿势挑衅 敦促有关域外国家停止在南海挑动对抗 中方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 坚定捍卫自身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维护南海的和平稳定 已不应该看到 我们希望让一切 三个女孩